剛才你不是說到收租股你會提到舊創自業的 那你有觀眾今晚本來想問另一隻 Kinda 如果想部署逆後收息股14號 什麼位比較好呢? 這隻你又建不建議? 當然如果你說逆後收息股 這隻也可以叫考慮之一 因為你看現價的息率其實是挺吸引的 到六里流上 但是這個可能有個因素 就是因為股價其實普遍都是比較弱 而因為要弱得來的話就扯高了息率 因為其實以往那隻稀釁當然也有一定排息情況 但是過去平均的息率都是可能四里多左右這些位置 所以現在突然這麼高 其實完全是因為股價扯下來 那你可以說去到這些位置其實不再大一點的空間的確 未必太多的 那甚至乎說真的它都有一定的復甦的一些概念相關在 因為本身它其他的商場 譬如是大家熟的稀釁 或者是現在的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屬於偏中高檔一點 那其實這個都是有一個相類似的概念 就是會受惠到金鑽、消費券 或者是那個復甦的一些憧憬、刺激 那所以可以留意的 但是如果你輪到走勢 就是拍了剛才的1997來比 那這1997是比較強一點的 就是你剛才也說了 那隻就挨近250邊線就不能破 但是現在這隻稀釁其實距離以明邊線都有點遠的 因為以明邊線其實現在是25.6 現在都是在做23.3 其實還差一成光外的一個位置 那所以你可以接駁這一隻 但是就一樣 我想大家等 譬如下回I的23邊附近的 那才慢慢考慮會好一點